哈囉大家好 我是莊媽說書人的小編喜童娜 耶 大家好 又是我小白 很開心這次又來 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呢 是一個謎樣的國家 北韓 又稱朝鮮 9月呢 是北韓的國慶大月 那上個月呢 北韓國營的旅行社 就透過官網宣告說 北韓將在年底的12月 恢復外國人旅遊觀光 所以疫情已經鎖國5年 朝鮮展開大門囉 哇真的假的 因為我就是喜歡看一些K-pop啊 像是一些韓劇啊 因為剛好就是世界地點這個節目呢 我也是就是有去韓國 拍攝了兩次的外景 對 對就是對南韓就是蠻有 蠻有認識的 所以就對北韓會覺得說 欸真的那麼不一樣嗎 真的像戲劇一樣 這麼的drama嗎 這樣子 以我是一個去北韓 拍攝的企劃來講 我可能今天有一些小信德 可以跟你分享 看你跟北韓對不對拍 適不適合去北韓 好我覺得我可以 你問吧 你問吧 OKOK 好第一個 小胖你可以忍住幾天 不發現實動態 最多可能是三天 告訴你的殘酷的事實 什麼 北韓這個國家沒有國際網路 簡單來說 其實有點像是在地球人間蒸發 真的欸天啊 所以如果像你這樣一個分享域 很想很旺盛 很想要常常透過網路 跟心有交流的話 可能會很痛 這是第一個 非網路的重度使用者 你可以去 好 那第二個咧 第二個就是 討厭美國的人 或是你這輩子 不想再去美國的人 什麼意思 不懂 就如果你討厭美國的話 你絕對可以跟北韓朝鮮的導遊 很有話聊 喔 你說不喜歡美國的人 你就跟他就是有 共同的敵人的概念 對 你們就會很有話 你可以一起罵他 我剛才說到今年年底 不是開放觀光 對 但是他唯獨兩個國家 哪兩個 不給你去 就是美國跟南韓 可能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有可能你去了北韓之後 你就可能去不了美國 真的假的 可是我這樣2028也想去那個 那個奧運 美國奧運 美國他在2011年的時候規定 如果去過北韓的人 你就不能申請那個 S-Town 喔 觀光簽證 對 因為如果你有去過北韓的話 你就申請只能走 B1 B2 Visa 就是所謂的人工面試 這一條路 就像以前很難申請的那種美簽 移民官面試官 你的回答 一個方向不對 就是 reject No reason 你知道嗎 有可能是會被拒絕 你是沒有理由的 所以大家都要準備得很 齊全 對 那這也就是我說 你去了北韓之後 你的美國夢就充滿變數的原因 啊 這樣真的 喔好 有點亮 這樣第二點就真的有一點 微打退我的心 怎麼辦 怎麼那麼容易就會打退 對啊 那第三點呢 你再說說看 如果你是一個不想保管自己護照的人 你也可以去北韓 路徑之後 我們所有人的護照 包含台灣的領隊啊 被北韓的導遊同意保管 他是用什麼理由 要把你們護照都收走 就說怕我們弄丟 對 因為 但是 我們跑遍世界這麼多年 第一次護照不在我身邊 那種焦慮 跟那種不安有多大 然後又是沒有網路 你又跟外界無法聯絡的情況下 你真的 你真的有可能人間蒸發耶 真的 因為其實 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就是 不管錢丟啦 還是什麼器材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護照 對 所以這樣 這第三點 哇 也是很heavy耶 對啊 對 所以你們那時候心臟都很大顆耶 我也覺得我們怎麼回來了 那漢娜就是我看了那個男主角 他不是煮給女主角那個 燒蛤蜊 而且用汽油耶 嗯 汽油燒蛤蜊 對啊 我覺得是 當時我想說是真的嗎 這真的是當地人的休閒活動 然後你們還有去拍 對 我們 真的假的 為了要吃這一道料理 我們從平朗開到東邊 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才到了這個圓山市 圓山這個地方 它是在東朝鮮灣 然後面臨東海的一個港口城市 那深蒙 在港口 對 所以深蒙海鮮豐富 那個旅館小姐姐是有教我們啊 如何擺放蛤蜊 讓他鬥陶齋 哦 所以等於他的 就等於他的那個擺法 就讓 讓你不會吃到汽油的味道 對對對 那只是說那個小姐姐 可能第一次看到我們外國人太緊張了 還不小心燒起來耶 真的假的 嚇死我們 是不是看到小剛太帥了 哈哈哈 我覺得有可能喔 就整個一個手抖這樣子 對 然後真的好險 有驚無險 有驚無險 哦 那這樣洗頭奶 那你那時候有吃嗎 我有吃我有吃 那你覺得怎麼樣 汽油味 就是你還是聞得到 因為那個殼 就是外面是汽油 對沒有辦法灰散 一定要配朝鮮的燒酒 哦 這樣子就是 蠻懂得享受的 對對對 就可以蓋過那個汽油味 然後就很道地的一個吃法 當地的標配啦 應該說北韓 它本來就是一個特別的國家 所以它的 它的特殊性就是讓這些事情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 對 去看它這樣子 沒錯沒錯 欸那我覺得你有這個 就是你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你蠻適合的 蠻適合的 對 如果去的話 要行前的準備 要怎麼準備呢 基本上是可以無腦出國的 就付錢 然後就可以準備 輕輕鬆鬆地去這樣子 沒錯沒錯 北韓是一個沒有自由型的國家 嗯 遊客你唯一的選項就是跟團 嗯 全程團進團出嘛 對 北韓它入境旅遊發展比較晚 大概是80年代的時候才開始 遊覽的內容 大部分以平朗城市的建設啊 或是歷史古蹟人文表演為主 嗯 還有參訪革命景點的紅色旅遊 這種比較少見的蘇聯色彩為觀光特色 嗯 我想這個可能也是大部分想去北韓旅遊的動機啦 這樣 然後我們去的那一年 2018年呢 剛好是南北韓領導人的高峰會熱潮 嗯 所以同一年呢 北韓的官方有宣稱 嗯 到朝鮮的外國遊客已經超過了20萬人次 哇 其中有九成來自中國 是 所以等你選好旅行社 後續就會幫你處理你的簽證 啊提醒一下 北韓簽證可是不會黏在我們台灣護照上啦 哦 出發端的航空地勤 檢查完就會收走了 真的假的 想要留念的 記得提前拍照喔 不要怪我沒跟你講 那在個人方面要出發之前還有哪些行錢要準備的東西 我們一次講給你知道 第一件事情就是 嗯 你要先買好人民幣 哦 不用換北韓的 你不能 哦 不能 你不能使用北韓的國幣 那那我想要好奇問一個 那那邊可以刷卡嗎 不行啊 哎沒有很網路喔 哦對 哦對我問了 那為什麼突然 對怎麼腦中還差點問說可不可以Apple Pay有沒有 哦都不行都不行 絕對不可能Apple Pay了 他只會Sensuit Pay 哈哈哈哈 欸真的欸各種Pay都不行 對 no no 對所以要直接換好現金 人民幣 對人民幣 基本上呢 就是你交給旅行社之後 他都會幫你處理好一切啦 那當然因為他是小眾旅遊國家 所以價位比較高 嗯 所以旅行社他其實會想到很多細節 他還會做那個小小本本 哦小本本 對 給你行錢的心理教育還有旅遊禁忌 哇呢 等於說拍攝前 就是節目拍攝的話 也是跟攝影師跟主持人都有 這個心錢溝通 對一定要 這有六個字寫說很重要 誤挑戰 對對對 那第一個 請改口說朝鮮 哦 他們當年 不能講北韓 對因為對他們 你講北韓就等於 哦分南北 對你承認另外一方的政權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是不想承認另外一邊的政權 南邊 朝鮮南部 哦 哦 或是南朝鮮 嗯 他不會去講南韓或韓國這個字 哦 了解 你入境的時候不要攜帶 或是身上有美國或南韓的國旗 這是一種挑釁 你應該就說 最好也不要放美劇跟韓劇耶 哇 所以可能可以看陸劇 哈哈哈哈 對哦 對啊 中國的 對 對 對 大部分的人 你入境平港機場之後 對 我記得是海關還是移民官 他就會要我們把手機關機交給他 做一個工程師的設定 真的假的 那 我覺得好像都是在我手機設一個什麼追蹤嘛 好緊張哦 所以每個人都要給 對 每個人 我們每個人手機都是 還是現在那個追蹤器還在你的手機 對啊 那是那些 對啊 對 他都知道還有一個那個 喜同娜 接八大電視 哈哈 然後咧 然後 然後後來我就比較理解為什麼要做這個設定 對 導遊有說嗎 對 因為外國人是可以買上網卡的 哦 所以他是幫外國人設定 對對對 因為北韓人他們有自己的手機 他不 自己的牌子 對 他們自己的牌子 然後他們有自己的內部這個系統 系統 你知道一張網卡 要價多少錢 不然 二十塊美金好了 錯 兩百塊美金 哇 每一六千塊台幣 哇靠 啊這樣可以講多久哦 五十妹而已哦 五十妹 很扯吧 哇 這真的是 就是五十妹可能 哇天價耶 對 你可能不小心那個訊息 嘟嘟嘟嘟就沒了 對啊 本來想買的原因是因為 只是想要做一個 報平安 呃 最主要是節目的 以節目角度幫大家開箱 對對 然後那個 導遊就誤會以為說 我們是不是要把拍回來的東西 用這個 五十妹的網卡傳送回台灣 真的假的 導遊真的這樣覺得 真的 然後我們就想 五十妹能傳什麼東西 那五十妹可能只能傳你們合照吧 哈哈 對就是有這種 疊對疊的那個氛圍 那怎麼辦 因為我們那時候 所以導遊不讓你們買 對因為我們那時候一開始 第一 前幾天都是先往東部 不是在平壤沒有在賣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又每天問 搞得他就覺得 這個這麼重要嗎 他覺得你到底想要把什麼東西 這麼急 這麼急需要網路這樣子 那搞得當時就是 就是你的網路隱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 就等於因為 因為喜童娜就是為了節目 所以因為就這件事 對這件事一直悬在欣賞 所以就想說 要確認確認確認 可是 就要回到說 這個導遊就覺得 怎麼那麼奇怪 這樣子 對高嘆緊張 對真的好難喔 好難做人喔 對 完全沒有想到 他們這樣想 對 當然除了把一些精彩的 特殊的東西 帶回來之外 就是安全還是最重要的 對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我們也一定是保持著一個 路徑純屬的想像 就是跟導遊有兩國的溝通啦 尊重當地這樣 對 不知道你今晚 你還想去北韓嗎 勾起我的好奇心感覺 好像可以存錢 有機會可以去看看喔 對 這樣可見聽起來 你就是想給北韓一個機會 對給北韓一個機會 那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那我們下一集呢 會再邀請 跟我一起去北韓拍攝的導演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拍攝的秘星 喔 因為你知道導演他爭戰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 對 但他卻說北韓這個國家 他可能這輩子 他就去這麼一次 他就夠了 真的假的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也謝謝小班 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喜頭娜的分享 我覺得就是如果有觀眾 如果你有去過啊 或是你對北韓什麼想像 也都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這樣子 沒錯 謝謝 感謝大家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但是eda 看到平燕 你可以